今天要跟大家聊個主題 為什麼不讀書會變成壞孩子 接下來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想法 你聽聽就好 如果你不認同也不要怕我 你永遠都是對的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我從小就不喜歡讀書 我覺得學校的課本有種神奇的魔力 特別幫助睡眠 但好死不死 我是天龍之子 學區在台北市的大安區 國中時期被分配到升學的明星學校 精華國中 那時候我電動打得可兇的 跑網咖啦 打天堂啦 打CS啦 我去學校就是睡覺 還好那時候女同學心地都蠻善良的 放學了還會叫我起床 不然人走了我都不知道 而且啊 我有特權 我不用換位置 我的位置永遠是靠牆的最後一個 這樣子走廊經過的人才不會看到我在睡覺 畢竟是升學的明星學校 我那個年代少一分打一下 每次發成績單 同學的臉色都很難看 考個八九十分還要被打 真的很可憐 我每次都考十幾分 那時候我真的很慶幸老師放棄 不然我可能會被打死 有一次我還被老師公開表揚 老師說寶傑你真的很厲害 是非題選擇題這麼多你還能考零分 老師跟你說我一直都是盡責的好學生 首先我考卷一定會寫名字 再來是非題選擇題我一定會用力的猜 那天如果心情好 考卷的背面我還要畫上幾個卡通的目 今天考零分我也不願意啊 我想這就是上天的旨意了吧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剛好沒有在睡覺 我的國中班導師 語重心長的對全班的同學說 大家一定要好好讀書 不要像寶傑一樣 寶傑以後一定會去路邊當乞丐 哇我當下聽到真的想要找洞專 他當著全班的同學當面這樣說我 我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 聽得很難過 我覺得不讀書也可以去踢球啊 跳芭蕾舞啊 為什麼就是當乞丐呢 在聊我高中的時期 我讀的也是非常有名的學校 但這一次是打架鬧是非常有名的學校 突然身邊的同學都跟我一樣不讀書 那段日子啊 真的是我人生當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我依然就是上課睡覺下課打遊戲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班導師的名字叫黃天靈 他真的是一個特別好的老師 脾氣也很好 他早上都會去學校對面的網咖讀人 他一進網咖就會說 欸鱷魚怎麼在這裡 欸犀牛 寶劫 走走走去上課 然後我們就會說老師等一下啦 我們還得剛包台而已耶 然後我們老師就會在旁邊一直擄你 擄到你去上課為止 再來我們學校的廁所就跟香爐一樣 是會冒煙的 每次教官走進去都可以帶出一堆的學生 然後排成隊伍跟著教官去訓導出 有時候隊伍經過我們班導師的面前 我們班導師就會說 劉勝忠怎麼又是你 然後看著我們同學一個一個一個念 然後最後看到我之後一臉驚訝的說 寶劫 你什麼時候會抽煙呢 我怎麼不知道 然後就 分享這兩個故事啊 我想要表達的是啊 我國中的老師很早就放棄我 絕對我以後會去當乞丐 反觀我高中的導師 面對一大群不讀書的孩子 他始終沒有放棄 努力的想要引導我們成為有用的人 這兩個人名稱一樣都是老師 但格局怎麼差這麼多 你可能會覺得說 寶劫你應該要感謝你的國中老師啊 他說你以後會變成乞丐 所以你才會這麼努力啊 我絕對不會感謝他 不管他的出發點是善意還是好意 任何一個懂事的大人 都不應該這樣子對一個孩子說話 這是霸凌不是正義 演講者曾經說過 教育的三項法則 第一項法則 人類天生本來就都不相同 如果你同時有兩個孩子 你會發現到這兩個孩子個性截然不同 現行的教育啊 太專注於標準化與統一性 就像一間工廠在生產產品 而忽略了孩子的多樣性 只重視樹理組科 而忽略了藝術人文體育 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天分 都應該被重視 第二項法則是好奇心 如果你能夠激發孩子的好奇心 通常不用特別要求 他就會主動的學習 老師是教育成功的關鍵 好的老師不只傳遞知識 好的老師還引導學生主動的學習 老師在教室教書 如果沒有人學到東西 那他就只是在進行教學 而非完成教學任務 老師的角色就是促進學生學習 這點很重要 第三項法則 人生的本質就是創造性 我們創造自己的命運 人類有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喚醒並且發展創造力 教育應該要重視學生的好奇心 個別性跟創造力 這樣子才能讓學生想要學習 以我自己為例 在當學生時期 我寧願在火龍窟 砍火焰彈 玩一整天的電腦 只為了練一趴的經驗值 我也不願意坐在書桌前面 讀一個小時學校的課本 學校的課本真的是太住眠 太好睡了 我寧願讀課外讀物假博士的傳記 都還比較有趣 有人天生是魚 有人天生是猴子 有人天生是鳥 你不會叫一隻魚去學爬樹 你也不會到一個很高的地方 把猴子踢下去叫他去學飛翔 這個社會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機器 這台機器由大大小小不同的齒輪組成 每個齒輪缺一不可 你住的房子是誰蓋的 你的頭髮是誰剪的 你的飯是誰煮的 如果人人都去當律師 當醫生 當工程師 那其他事情誰來做 職業不分貴賤 沒有誰賺來的錢是香的還是臭的 不讀書到底怎麼了 不讀書我好好工作總行了吧 生活的方式是一種選擇 請你尊重我的選擇 就算我真的去選擇當乞丐 那我也可以當個乞丐中的霸主吧 人各有志嘛 就這樣子 結束與無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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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 那份無言的無言有歷程 вос含命的無語言 我每天都佩合理 你又 enslaved無言的無言的無言的無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